在我去日本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沒有跟大家說的 如果大家坐車的時候 遇到我老婆 麻煩大家讓助給她 如果在餐廳遇到她的話 記得叫她吃多些健康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幫她結帳 如果有這麼多朋友約她出去玩的話 記得叫她早點回家 因為小春雞是需要休息的 多謝各位的幫忙 多謝多謝